我当时是想给孩子上学嘛 跟起来有个熏旺小学嘛 傅先生购买的这处房产 位于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央大街29号的沈阳荣盛幸福大道4期 属于住宅室公寓 建筑面积为37平 总房款为16万2847元 因为紧挨着熏旺小学 所以此房源在一开盘就非常抢手 我当时也是感觉这个房子啊 地形啊价位啊 家离学校很近呢 就这样就买了这个房子 因为房源紧俏 开盘当天认筹也是异常火爆 所以为了孩子上学 傅先生也是着急忙慌的 在当天签下了认购书 收入书没给我介绍说是在有备案呢 还有是银行插封状态 就是说这个房子是新出的 新出了这有几套房子 然后我们就这样呢 就当时就签的那个叫认购书 签署认购书没多久 傅先生也是按照约定时间 来到了荣盛和月明底售楼处 缴纳了全款 顺利拿到钥匙后的傅先生 也是装修了一番 然后咱买了房子后 就看那房子也都装修了 对对对 因为他我买完之后 他承诺我是六月底 给我那个办备案下房证嘛 他这七年钥匙就给我了 交完全款之后啊 我们就装修了 本来买了房子也装了修 是件好事 但谁承想啊 事情出了岔头 找那个销售经理 一直要那个销售 要那个销售的合同嘛 还有一个要上过备案 电话找那个销售经理 找了好几次 他每次找的他都是一个在二人打 就是说正在办 让我们等 所以我们等了两年多 也没有结果 眼看孩子上学将近 房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寻找多次无果后的傅先生 也是一指诉状 将沈阳荣盛幸福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告上法庭 我到法院起诉之后啊 那个法官给我们建议 让我们去房产局查一下 现在房子是什么状态 然后我们去房产局查的 结果查出来呢 是有那个 有那个啥 查封状态 银行查封 还有呢 在别人的备案名下 傅先生告诉记者 在房产局查询得知 这套房产早在2013年11月10日 已经被案到案外人王永生的名下 那么既然房屋已经出售 那么沈阳荣盛幸福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为什么在2022年将房屋再次出售呢 这让傅先生一直想不明白 看到记者的到来 傅先生周围的邻居 也是纷纷来到了傅先生的家中 说他们也遇到了和傅先生同样的情况 我这个房子吧 我这个房子吧 也是2022年 五月份认购的 把六月份交全款 也是说硬吧 大硬啥呢 就是六月底给备案 把你拜访证 所以咱这些全款都交啊 但是现在也快二年了 一直也没有给那个销售合同 备案更不可能了 之所以吧 现在就是我也查了 现在我的房子也是在这个叫 王永生的名下 现在已经备案了 把银行查封了 现在我们也是都合计 别银行那边的抵押 或者你查封之后 把房子收回去 我们那边现在没有销售合同 房证办不了 我们就一个叫全款的一个手据 那是荣盛那边的 是有财务账扣扣 但是还没有应该合同 现在我们老板现在也害怕 这好十万 马上就买一张手据 花了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买房 买完事就得到一张收据合同 房子还在别人名下 这事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挺闹心 跟傅先生同样经历的人还有很多 走廊里的人也是越聚越多 大家伙都说 真没想到荣盛还能干出这一种事 我们也找不到荣盛那边人跟我们对接 哪怕说有个人对接这个事 跟踪这个事啥样 我们心里有个数也行 没有 现在就是 然后起愿到法书了 法院了呢 起愿到法院那边呢 就是也得等好久好久 然后也是 因为我们只有认购书 没有合同嘛 所以那边也说 这证据不是那么充足 所以现在这个事 就是一直这么拖着 但是你这么拖着 我们把钱都已经给开发上了 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啊 你这个东西 而且房子他查完之后 说房子被法院成那个 被银行查封了 如果哪天 我还怕房子也再收回去 我们送谁要房子 送谁要钱呢 这不都是问题吗 那鉴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处的郑律师 那郑律师你好 你好 大家伙这种情况 一房二卖就行 大家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因为刚才我们查询了一下 这个开发商在2013年 就已经把这个房子卖给了个人 而这些业主呢 是在2022年 才从开发商里购的这个房产 也就是说 在购这个房产时 开发商已经把相关的所有房产 出售给安安人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显然达不到 这些购房者的购房目的 就是购房的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了 只能怎么赚呢 只能找到开发商 要求解除合同 返还这个购房款 并且赔偿损失 是这样处理的 因为这个房产已经被案给他人 并且是时间忧于这些购房者 那显然呢 要求开发商与那个购房者之间的 买卖合同解除 这种合同目的可能是达得不到 输出目的达不到 那么只能要求开发商 退还以赴的购房管 赔偿损失 解除合同 这样处理的 为了能够帮助大家伙 解决问题 记者也跟随着大家伙 来到了荣盛和月明底售楼处 不一会儿 上楼处的工作人员 也是接待了记者 你今天是这样 首先幸福当道那个项目 它属于审美库存的项目 接管的 这个叫韩磊的话 也是不是那边的销售 智随格的交款的话 是属于代交的 那我们现在现在还咋找 我们找韩磊 韩磊他不在那里 那你目前 你这个诉讼的话 到什么情况了 已经开庭了吗 开庭了 开庭了怎么处理 法院可以让我们去查房子 上法展局查房子 什么状况吗 我们去查了 是在王永生的名下 被案的 然后你还被银行查房状态 就是你现在诉求 是想这房子 给它减掉 我想给它备案 是意识呗 备案办房证啊 减掉这房子是吧 对 对 这房子是房子 现在咱也找不到对接 还冷暗了 咱也不知道该找不到 你今天是这样的 我只能啥呢 你这材料的话呢 可以给你先流水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项目 属于委呗的项目了 就每天没有领导在这 都是我们直播在这 可以把你的基本情况 先反馈上边 看看上边领导 跟之前审美领导 有对接一下 怎么处理的事 因为不是我们项目 内部的管 所以说我们处理不了 这个问题 在这交钱 他借已经就是用了 对 因为啥呢 审美没有账户了 就是你看我们 湖南有项目 买车位也好 买房子也好 都跟那边交款 那我们现在的话 把这些东西留给你 然后我可以先把 你那些材料呢 先给你分一份 那可以 那圆圈也可以留存好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大家伙 荣盛合月明底项目 和荣盛幸福大盗项目 虽然都属于荣盛集团 但两个项目分别有各自的承包商 他们不仅公司独立 账户也是独立的 这名工作人员也告诉大家伙 现在荣盛地产也在和王永生 进行法律诉讼 但具体原因 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的透露 对于大家伙的诉求 他也会尽力帮着协调 现在这些人呢 这些咱们这些人呢 没啥别的那个说法 就是把房子 给我们别让你去 因为住是我们住的 这才没啥问题的 但现在名人不咱名 这玩意买房子不咱名 那不是弄认人 然后还没跟我们下个办法合同 当时说这马上就办 这个办到现在也没给办下来 二年的几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交的全款 一年了呗 二年了 对 马上换二年了 针对此事 曾律师也给大家伙提了几点建议 根据刚才今天咱们了解的情况呢 是开发商与这个王永生之间也有个纠纷 那么开发商主张的王永生 没交纳全部过方款 所以说取得了这么多的房屋备案 这个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们之间有个诉讼 得到的消息是呢 这个诉讼开发商已经取得了一部分胜利 但是咱们全结束 因为不是一处房屋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开发商胜利的诉求 是把房屋要回来 撤销备案的话 这个房屋又归还到开发商的名下的话 那么这些购房者可以再向开发商继续主张 要求签订备案合同办理发展证 这些这个房屋的合同目的 这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开发商和这个王永生之间 就房屋这个产权问题 经过法院审理 没能达到开发商要回房屋的目的的话 那么还是那句话 由这些购房者向开发商主张要解除购房合同 并且退还购房款 赔偿顺势 只从这个方向来走 具体安装哪个方向来走 还是以开发商与王永生之间 那个前置条件为基础 如果是看来说的 如果是把房子已经要回来了 咱们那边购房者也可以往回要房子了 当然这种情况可能实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